说起 ipad 说大家肯定会想到他说爱定爱你年新款 他拥有挺好的性价比就这么一款ipad 他才用s速度的去全面拼 如今256g在摩登5600左右就可以搞定 那么他在华姐妹到底是什么行情 上车打卡实录这边告诉你什么才是真相 二姐来一个24多少钱 二次这个我要256的这个是256的吗 啊 哪里面看一下这个是24的256 二次的256g的啊 虽然是蓝色的 啊 来面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爱尔斯的一个亮晶 他这款当时采用全面屏的 全面屏他这个 开机间这里带指纹的 它不是自制全面屏的 你们看一下 它是在指纹的 这里有指纹的 然后这个可以按指纹的 这款的爱尔斯最大的卖点就是采用a14的处理器啊 然后他这边有个 也有个大箱头的 外观的话跟20182018款婆罗是一样的一个外观 这个尺寸的话也是非常的合适啊 大小 全面屏的 这个组多少钱啊 38503850是吧 好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外观 我女儿拍的啊 先来看一下这个外观 好 看起来都没有任何瑕疵的啊 然后右侧外观就是临摹损的 基本上这边 但是这个爱尔斯最大的一个缺点 你不要看到这上面也有孔 其实它是没有声音的 它是带两个扬声器啊 不像2018婆罗 它是有四个扬声器的 啊 这个手机笔也是可以支持的 键盘也是可以用的啊 三八五零是吧 有没有多少啊 最低吧 最低是吧 六四组多少六四六四三千一百五是吧 六四三千一百五 还可以吧 又是要律师再来拿律师了 就这两台外观还可以啊 这个有个小颗峰就不要了 这个有个小客户 我来看一下外观 再看一遍啊 这个有颗峰就不要了 拿这个吧 二十四就是最新款的 屏幕我们测一下 没问题 燕机报告这边也是没有问题的 都没有重启记录 啊 记一下 记一下这个嘛 记一下 好 那们三八五零啊 过去了 阿迪 你看一下 OK 三八五零搞定全原装256G 九九星 对比星机省多少 你们自己算 更多ipad行情 请看往期视频 点赞 关注 阿迪街 选机 路上 简单又明确